现在来制作毛缆装 首先把毛缆装的各个部件进行打磨 然后把四片立柱的半成品粘接成两个立柱 用同样的方法粘接两个肘材以及横板 把粘接好的零件进行削切打磨整理 零件进行削打磨整理 把粘接好的横板卡在立柱的凹槽里面 两头露出13毫米 把粘好的肘材底面和后面刮平打磨 把肘材粘接到立柱上面 然后用钻打孔 安装九字钉和铜圈 每侧的类材上面 安装三个九字钉 含着绿钉 三个月 明镜 含着绿钉 清酒 二十处 亮 亮 明镜 亮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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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做好的毛缆桩烤蜡处理以后 按照图纸标注的位置粘贴到甲板上 安装脚盘 在图纸上量取脚盘中心点的位置 按照这个中心点画一个直径22毫米的圈 然后用钻头将这个圈打透 在后面的制作中 我们把脚盘轴穿过脚盘底座 把木圈粘在轴上 然后把底座定在甲板上 这个木圈就放在这个圆孔中 这样脚盘就可以随意转动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来制作导览滑轮 这两个滑轮是安装在毛缆桩的前面 作用是让导览绳穿过去 然后向后绕在脚盘上 通过脚盘不断的转动 把毛缆一点点的牵引到毛缆仓里面 首先把两个钩状的滑轮框 螺在一起粘起来 用砂纸把粘好的滑轮框打磨光滑 把各个棱角都打磨成圆弧 用刀将四个角切成圆弧形 并打磨光滑 内容不断的脚盘 把垂直入门的卷盘 拌入码 一克颜色的预备 把粘好的放在粘子里面 三个钩状 一克颜色的预备 一克颜色的预备 一克颜色 一克颜色的预备 二克颜色的预备 一克颜色的预备 把通华轮在砂纸上打掉毛刺 用1毫米的钻头在滑轮框上面打孔 然后剪一段直径1毫米的铜丝 将铜丝穿在滑轮框上 把滑轮安装在里面 剪掉多余的铜丝后 用错刀将两面错平整 用0.8的钻头在滑轮框单层的那头打一个孔 剪5厘米左右的4号绳索 穿过孔后再穿过一个带通环的九字钉 然后将线的两头重叠 使九字钉和滑轮框相距8毫米左右 然后用1号绳索进行绑扎 绑扎的时候要抓紧 不要松脱 同时要把1号绳索紧紧的缠绕在上面 注意缠绕的时候要一道挨着一道 有规律的进行 不要缠成一团 缠好以后点少量的胶水进行固定 然后用刀把多余的线头全部切掉 做好的滑轮 请注意看滑轮框的开口处 还要用铜丝制作一个搭扣 这是用来防止绳索滑托用的 滑轮做好以后 在毛缆桩肘材前端靠近悬墙的地方打孔 把九字钉涂胶固定在孔内 滑轮的开口向上 滑轮向后 用9号绳索从一侧的滑轮中间穿过 然后再穿过另一个滑轮 然后把绳索向后拉伸到脚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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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毛缆孔 首先在传手上 参考图纸画好毛缆孔的位置 然后使用钻头斜向上方打孔 因为要打透填充目 所以尽量使用较长些的钻头 用毛缆孔毛坯在打好的孔上比一下 确定孔的位置无误后 用圆挫将毛缆孔毛坯的两个半圆窝口 挫成圆滑的斜面 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收放毛缆的时候 减少对毛缆的摩擦 将打磨好的毛缆孔粘贴到船壳上 然后用磨头把孔的里面 也打磨成和毛缆孔凹槽处一样的斜度 把前面准备好的导览绳索 在脚盘上缠绕十几圈后 把绳索的两头连接起来 注意接头处 两个绳头都捆扎成圆圈 穿插连接在一起 把毛缆绳从毛缆孔穿进去 从里面抽出来 把毛缆绳放进船舱 然后把山格板扣上 让绳索从山格板的祸口里穿出来 用一号绳索将毛缆绳和导览绳每隔一段绑扎一下 绳索的绳索的绳索 在脚盘底板上打孔 用铜钉将底座固定在甲板上 一共订八个铜钉 每边看都是三个 在摘入一层sell 떠来 现在整个的脚盘系统就安装完毕了